好啦 冯蒂末可能到底了 可能累了 OK 我们也不要急 现在完成了这个杀日心态了 我想到这个level终于到达了134 我真的不排除今天可能打完仗会有一波小反弹 所以这个跟冯蒂末我怀疑他们的装饰有关系的 是狗男女的 哈喽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又来跟大家聊聊市场了 昨天有来我直播的朋友都应该听到就是 我说昨天那个市场砸下来那个打仗 很快有可能有机会啊 就是很快打完然后来一波反他 然后昨天我说这么多比我看了 total total 2 都是完成了很大的达铺形态 然后Gala也是完成的形态了 然后冯蒂末 People也不错 所以我跟你们有说昨天就是 这么多比我会选可能People跟冯蒂末 所以我就选了这两个 现在持仓多单 137买了冯蒂末 然后People再试试买的 没有这样最好的价格了 但已经挺接近底了 挺开心的 然后希望这一波可以顺利到达我的目标 好吧然后 昨天我只能说的就是 昨天是很多市场恐慌嘛 就是打仗啊 全世界以为世界末日啊 我在做直播的前一半段 我也是觉得惨了惨的 很多比都破了支撑了 但我也是没有忘记提醒我自己 就是很多时候这种 灾难啊打仗 很多时候他们一有什么 他们会借此机会拉盘 所以我昨天做到一半的时候就想到 其实全部的形态都很完美的 为什么不敢去 就玩一点点多的 我就说这一波反弹 我不想完全百分百又错过 然后虽然我说等它反弹到主力 因为我们在空是不错的 但我说我会测试一下 可能分替莫跟people 没有全仓的下了 就是以我一般的仓位的一半去下这个单子 然后今天醒来也是挺开心的 所以来总结就是形态再次的堵胜 我的那个堵胜市场情绪 形态再次堵胜情绪 那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 那你这个形态那么牛啊 可以去预测那个战争啊 不可以 只是刚好战争发生的时候有形态完成 那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去教营吗 没有人哪一支枪在那边逼你的 好像昨天我说可以考虑去抄底 没有人逼你的 你抄不抄都ok 那你不要 可是你不要今天醒来再问我 昨天没有抄今天可以抄吗 这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啊 应亏比合不合理 现在进场的话你会亏多少钱 应亏比好不好 然后为什么进 什么时候进 你现在进的话你什么时候出 你的止损跟那个目标价 到底那个应亏比合不合理 每次要问我这种无聊笨蛋的问题 你们先问问自己 合不合理 应亏比好不好 这个才是关键嘛 问我那我进了怎样 我出了怎样 我昨天没有抄今天我刚不开抄 我进了然后我爸爸去医院 我妈妈去 不懂不要讲什么医院 我我的狗死掉了怎么办 嘖 我怕我以后真的没有什么patient 耐心去回答你们意义这种问题了 自己的教育就自己负责 我给你们一个操作思路 要不要跟你们自己选 跟不上或者忘了跟那个是你的问题 好不好 好啦有点气了一大早 刚病好我可能感觉又要生病了 好啦先讲讲题目吧 昨天就在这个level附近抄底了 然后就是在137左右嘛 没有在最好的价格 今天拉盘了 拉盘了 然后拉到这个阻力 有很多量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接近RSI超卖 我在猜测这个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低 又是在这个区附近的 它还是很有可能回到昨天的底的 所以你进场你要会有那个正确的那个止损 然后你要能够执行 OK可能会形成一个新低再拉 我的方提莫的那个目标 我想拿到那个 CD0.5可能会到233左右 祝好运 OK这个就是那个武林形态的完成夹了 OK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止损建议就是在X点以下 如果拿不到这么远 因为这个4小时的形态的话 把你的仓位减半 而不是把你的止损调得更近 那个是白痴的选择 OK 比特币昨天这个形态也是完成了 113蝙蝠直播说的 我是会拉一波 然后我本来是画这条趋势线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主力 但我重新再看 可能我们根据这个曲线会比较好 这一波这么多量 我觉得它不可能拉那么一小波 不是不可能 高概率可能会拉比较大波一点 所以我的猜就是来到这里 可能再形成一个新低 然后可能拉到这里 然后完成这个113蝙蝠的 可能目标一 目标二吧 目标一达到了 昨天你抄底的话 今天目标达到可以考虑部分减仓 然后它第二波拉上去 可能去到4万或4万1 然后到了这个阻力就要小心了 今天我不懂什么事 是不是打仗打完了 可能暂时有好消息 然后下几天又说要开打了 所以这些新闻都是很容易误导 散户的 你们要小心 看这形态我感觉 去做交易的话比较靠谱一点 这个是我对BTC的看法 KETH也是一样 昨天也是完成了这个形态 然后它跟偷得偷得度的形态 都一模一样的 都是完成了一个很大的蝙蝠 886 就在这边附近吧 可能是数据问题 但偷得偷得度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这一波 它上拉一波 可以目标一可能达到了 现在到了主力了 可能形成一个新低继续的 拆的拆的 然后如果来到什么0.5 0.618这里 考虑就是部分子银出场吧 来到这个曲线阻力 我觉得很关键 希望能来到吧 不代表百分百 然后如果你有多单的话 考虑部分子银 它形成新低也不要慌 我觉得可能会再拉一波 因为毕竟这个量太大了 这么大的量 我觉得应该不会拉这么小波 应该可以 可能分阶段的去拉第二波上去 OK 来到这个阻力就要小心了 2750以上就要小心了 OK 那如果晚一点直接砸下去呢 你们就可以老铁怎么办 怎么办 你的止损是好 止损就止损了 OK 止盈就止盈 不要跟我说这个单失败了 因为这个单至少去到目标里了 所以等一下如果砸下去的话 至少你有部分的利润 已经放在口袋里了 OK 然后如果你不想读 因为你怕战争 你全部止盈出场也是OK的 但不是更爽 自己选 来 people 昨天我也是有紧张 这个拉的比较爽一点 因为这个我在试什么 试试镜的 差不多这里 接近底部了 现在拉到52了 所以 people 也是完成了一个杀鱼形态 然后我是希望他可以走一个50 然后50完成可能要继续的卸了 所以希望可以抓到这一波吧 这一波抓到50很夸张 去到77的话 那这一波可能是会去到 77的话很多利润 不知道 反正他去到382可能这个 people 因为他的波动太夸张了 3825我可能先出一半 然后0.5可能再出第二半吧 没有到达我就不理了 他只能下去打我自损就打我自损了 这个就是我的思路 OK然后 对Luna Luna扎盘之前我排65 他扎盘现在底部开始反转上来的 我觉得空单很危险 所以早上我醒来 我第一件事啊 就跟你们说那个 OK 第一件事我说暂时别空 等我视频讲解 有理由的 这一波Luna是全部的币 杂盘 全部的币最强的就是Luna 因为Luna反弹到 比在打仗之前的价格更高了 OK 这代表基本面还是什么鬼 还是有庄家在推盘 全部的币他最强 所以如果要空空那些比较烂一点的 要多多那些比较强一点的 好像Luna 这个我觉得空风险挺高的 不要告诉我什么RSI BAM 什么背离 确认了吗 还没有确认 OK 真的确认是什么 真的确认是等他 从这些反转区开始转下来 然后看一下一小时 不要过讲什么背离 我不看什么背离的 这个我发现是有RSI BAM 回到反转区 那也其实也不能代表什么 现在总体整个盘面 Total全部都在反弹中了 所以我觉得Luna会走得更强 所以这个现在有可能没有失败 这个现在已经成功了 到达目标一目标二了 现在二次测试 第二次不一定会成功 但我可能会错 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谨慎 但你觉得第二次会成功的话 你要去空你就去空 OK的 我还是祝你好运 OK我只是分享我的观点 不一定我会百分百对的 我觉得Luna太强了 要空找一些比较烂一点的必去空吧 OK Luna这一波猜测 其实Luna也是完成了一个很大的加特里 在这边附近 加特里ABCD786这里 做个Luna的总结吧 这里可能会反转吗 有可能 但我觉得几率不是很高 然后如果你要赌一把的话 让你的止损目标全部设好 你可以赌一把 祝你好运 这跟着形态的规则是没有错的 这个是二次测试这个形态 但最安全还是等它 从低点开始转下来 RSI从超买走出来再考虑吧 会比较安全一点 OK 我怕等下其他的必拉 这个也是顺便突突突的 昨天有一个很有礼貌的朋友 一直叫我讲Flux 我一直没有时间讲 今天我为你讲 因为他很有礼貌 所以我帮他讲 那些整天打一个字 老铁Fall 老铁Gala 老铁Mana 没有礼貌的那种 那种我就 没有 最没有礼貌的是 连老铁都不称呼的 直接 Fall Gala 好像我是他的狗 没有礼貌的人 我就不理了 有礼貌的 我就很喜欢理 我最喜欢 多管鞋 是那种有礼貌的人 Flux 这一波昨天走了一个蝙蝠 他说 看一下 我没有看到什么蝙蝠 4小时吗 Flux走了一个113蝙蝠 我没有看到啊 他是一个113的蝙蝠 来到这里 底部开始拉盘了 所以如果你昨天买Flux的话 坚持一下 我觉得至少这一波走一个382应该不难的 应该走一波382回到148应该不难的 所以坚持一下 当然如果你担心的话 如果等下来到一些趋势阻力 你可以考虑先减仓 然后其实从这个趋势去到这个382 距离也不远的 所以你可能拿到这个145 147 148 我觉得蛮容易达到的 达到了后 那就要小心了 因为整个大趋势还是在走熊的 所以好像我很多币做多这一波 可能到达目标1了 我就先跑了 希望到达得到吧 ANC跟LUNA有关系的 很多人一直叫我看 全部的B跌 只有这个不跌 OK 所以有时候就有这种情况发生 形态失败了 又怎样 就止损出场啊 你的怎样 哭吗 对不对 形态不是百分百就一定赚钱的 所以这个 大牛逼来的 所以LUNA整个生态很强 还是不建议去控LUNA生态的 暂时 它是最强的 所以拉盘的时候 它也会拉的最猛 OK 这个是一个通道 然后已经上坡了 这个动力很强 所以这个制裁不了 是好止损 损了就损了 再找机会 只能这么说 这个没有什么数据 我也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去看它 暂时就没有看法 我加了两个flux算了 那我加嘎啦 就看SOLANA吧 SOLANA LUNA都很像 这个也是反弹了 挺强的 昨天视频我也讲到了 直播的时候我说 现在到了1月24的底了 假突破回来可能会拉一波 现在真的可能要拉一波了 会拉到哪里呢 先看这里吧 不要看太远 拉到这个level的话 记得部分指引出场 可能会拉到99 有这个可能性 今天再回来测试这个底部 也不要被吓跑 我觉得测试了 可能还会再拉的 不测试最好 然后98以上的时候要小心 GALA 昨天我讲GALA 到了一个很关键的level了 不知道会不会 来一个小反弹 真的来了 你看吧 两毛钱的时候 然后昨天直播有说的 然后真的反弹了 所以这一波也是GALA 你都超到这么好的价格了 我觉得你要坚持一下 最少考虑目标一 目标一可能在268左右 到了这里记得考虑部分指引 还没有进场的 要不要进场 问你自己啊 你会比好不好 好了我要讲讲一下也是 原油啊 昨天你们来我直播看到吗 我原油是68买99出的 然后你看我出在这个价格 我不是在很得意啊什么 只是说我有一个很 我能依靠的一个系统 告诉我哪里进哪里出 然后我就直接live 执行给你们看了 就是我出场的价格 现在开始跌了一波了 如果真的不打仗 原油可能会开始一波小调整吧 也不是什么大雄势吧 调整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如果他真的调整下来 可能又回到80多 又有人开始要抄底了 可能我会再次的去接他 这个高的价格千万不要佛摩 不要注意 很多人讲什么原油 去150 200 你给他们自己去吧 我们在地球就好 他们去那个上西天给他们去 这个原油 来最后看透得透得透 昨天我就说了 4小时透透透都全员不见底了 所以应该反弹一波 结果真的反弹了 然后 有两条就是现在要看吧 今天如果这条就是被打破了 他很有可能会上去 下一条 就这个 182 183左右 所以我还是现在感觉 暂时是 我的情绪是偏多的 然后如果有往下调整 回到昨天这个底部 给你二次机会 你可以考虑 透透得度也是一样 蝙蝠反转了 昨天没有接到 也不要注意了 如果今天再下来 再给你机会 你再考虑吧 再回来这个蝙蝠的level 你再找一些币 昨天你不敢抄的 第二次测试 你可能可以考虑抄一抄 好啦 我今天说到这了 然后祝你们好运 然后希望你们每天支持老铁 记得点赞留言分享 然后 记得给我讲点笑话 我明天没有什么素材 跟你们大家上广告了 好啦 祝你们好运 拜拜